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 我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准时为你更新 结合心理跟生活的真实运用 陪伴你每天进步一点点 如果你每天都想要有所进步的话 那就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我想对于任何一位有心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朋友来说 适时的把心静下来 了解自己的现况 并且去提炼出哪些功课是自己需要再精进的 都是一个很必要的过程 不然的话我们的努力很有可能只是努力自己想努力的部分 然而那些真正要面对的问题 我们可能会一直逃避它 甚至于会自我催眠 觉得那还不重要 或者是我现在还不需要去面对 只是当你在检讨你自己 或者是回观你自己的时候 你用什么样的角度看待自己呢 你是用那种不断的挑毛病呢 还是只是还原你此刻的真实 为什么谈这个呢 因为啊 当我们在回观自己的时候 如果你是用那种挑毛病 或者是找出自己缺点的角度 或方向的话 可能会为你带来的坏处 会远多于好处的 事实上呢 很多研究都告诉我们 其实负面思考的天生习性 它是我们演化当中一个留下来的机制 因为当你能够去看那些可能的威胁 或者是把焦点放在那边的时候 你才能够帮助你逃避一些潜在的危险 避免掉一些不必要的伤害 只是当我们对于这部分 少了一些觉察的时候 当负面的思考成为我们的惯性 我们就很容易进入一种失败主义 或者是无能无力的感觉 在加州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雪莉·盖博和强纳森·海特 他们做的一项研究分析 他们就发现 虽然我们正面的生活经验 大概平均数上 是负面的大概三倍之多 但是我们却很容易把注意力 放在聚焦在那些负面的经验上面 更有数据告诉我们 我们大概需要五次愉快的经验 才能平衡掉一次 同样程度的负面经验 所以如果你想要让你的人生 更平衡更自在 那么正面经验跟负面经验的比 必须是五比一耶 然而反过来说 如果你觉得现在自己的生活 没有什么样值得太开心 但是也没有什么值得太抱怨的 那么事实上来说 你很有可能是正面经验 跟负面经验的比 大概就是五比一 或者是四比一 所以当你能够还原 你的生活的真实样貌 你就会发现 其实你的正向经验还挺多的 只是那些相对占比 比较少的负向经验 很容易太过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所以让我们忽略我们真正拥有的东西 那更不要说去享受我们的生活了 进一步来看 因为这样的习惯 我们也很容易把自己的成就 视为理所当然 即便那是你花了很多年的努力 才得到的成果 而当你达到自己设定的目标的时候 你会发现自己仍然不满意 因为除了倾向接受负面的讯息之外 你也会逐渐的适应生命当中那些好事 这里的适应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叫做习惯化 简单来说呢 就是那些你第一次感觉到很棒的体验 而同样的状况 再来一次 你的主观感受上 就会没有感觉到这么棒 那你已经习惯化了 可是负面的经验或感受 它的习惯化的历程 它就不像是正向经验 它有时候会让我们过分的聚焦 甚至于俗话说的钻牛脚尖 所以回到今天开头所谈的 你想要让自己变得更进步更好 你当然必须要去看那些自己不足的 可是你从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它呢 你是用自我批判的吗 觉得自己真的很糟 觉得自己真的很差 觉得自己真的完全不行吗 如果你是用那种自我批判的角度 去看这些自己有待加强的地方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 你只会在努力的过程当中越来越挫折 尽管你客观的条件已经是越来越好了 能力越来越强了 可是你的主观感受却完全感受不到 成就感 幸福感 或者是满足感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必须说 人没有完美 我们一定有需要前进的地方 跟我们需要好好的去改善的功课 只是啊 当你看待自己那些功课的时候 你的角度合不从那种严厉的自我批判 觉得自己不够好 而转向成 你只是了解自身现在的现况 那这一份了解在实作上面 到底可以怎么做呢 比如说吧 我是一个方向感不太好的人 如果我因为方向感不好这件事情 我进入了严厉的自我批判 我可能会这样子说自己 叫做你笨透了 长得那么大 连个路都认错 左右方向还会搞不清楚 同样一条路走了这么多遍 怎么还是记不住呢 当我用这样的内在语言 来说自己的时候 其实哦 我会在找路的过程当中 只要有任何一次的错误 或者是疑似的错误 我就会更加深加重 我的方向感真的很差 尽管我很努力 我似乎在这里面感觉不到任何前进的成就感 可是如果我只是说 是的 我认路认方向的反应比较慢 有时候还会判断错误 可是我会愿意去一步一步的建立起 我对于这个区域的认识 而我也很清楚知道 如果真的走错了路 会有很多的辅助工具 来帮助我找到正确的方向 好的 如果你是我 当你这样的内在对话 自己听完 自己感受完 你会发现 我从来没有去扭曲一个真实 就是明明方向感真的蛮烂的 然后硬是要说成 自己方向感很好 自己是有天分的 我也不会去扭曲这样的真实 但是我只是如实的去说 不用一种批判的角度 不用一种责骂的角度 去说 我现在在方向感这件事情 我的程度是如何 而且我还点出了 我有什么资源 我有工具啊 我可能有Google Map啊 我可能有导航系统 甚至于我有旁边的可以问 我有台湾最美丽的风景 是人吗 所以呢 回观我们的人生 真的有太多事情 你可能需要前进 你可能需要帮自己优化 可是呢 有一些人 他是越优化 越觉得自己很棒 越来越开心 尽管呢 他真的还是要面对一些 有点难的挑战 但是有很多人 就不是这样子 他心里永远有 更多的需要去圆满的事情 但是即便他用尽全身的力气 圆满了很多很多部分 他仍然对自己不满意 因为他一直在批判他自己 他从来没有用一个更适当的方法 去还原真实 去了解他的现况啊 那么当你听到这里 我邀请你思考一下 你是哪一种呢 我想你会听我的内容 一定是对自己的成长跟前进 有所期许的 我很鼓励你哦 既然有这样的期许 何不用一个更还原真实的方法 说自己 而不是批判自己 不是去拼命地找到 或点出自己的缺点 而是如实地去看见 你现在的现况是如何 你有什么 可以怎么样帮助自己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 我是凯宇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除了YouTube之外 我们也有Podcast的频道 你只要在Podcast的运用里面 搜寻七点文化一天听一点 你就可以订阅我们 也记得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 我们需要你的支持 然而如果你对于 七点文化的商品或课程 有兴趣的话 如同今天所谈的 你用什么样的内在语言 跟自己对话呢 你如果想要调整 自己的内在语言 给自己更多的支持跟温暖的话 那么我很鼓励你 可以加入我们近期推出的线上课程 与人连结的三个秘密 这门课呢 是由哈克黄世军博士所主讲 他会运用潜意识工作 跟隐喻的方法 陪伴你 不只是跟他人连结 最重要的一点是 你可以先跟自己好好的连结 透过他最温柔的声音 我相信你可以找到 跟自己连结的那个入口 期待你的加入 详细的课程资讯 在我们的影片说明里都有连结 欢迎你 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